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林冠 講到健康 很多營養學家都教我們 這個每天日常生活所需 都需要必須的蛋白質 而我桌面上 這個很多人都說是雞肉 是最好的優質蛋白質 而且是相對比較健康的白肉 那在台灣這個女孩子 比方說生完小孩坐月子 都要喝的是雞湯或者麻油雞 那有一些人開完刀手術後 還要特定喝雞精 但是你知道雞肉要怎麼樣健康 做健康吃嗎 待會健康好生活要好好教大家 好 我們今天現場 邀請了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黃聰林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養生的好朋友 王明友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生活好朋友 洪素晶 大家好 再來是婆媽的好朋友 雅蘭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我們的廚師好朋友 小潘潘 哈囉 大家好 好 再來我們今天 雞肉的好朋友 我們的雞肉達人 張靜毅大哥 大家好 好 這個雅蘭 平常吃不吃雞肉 吃 因為我們以前愛吃牛肉 可是因為很多人都說 牛肉吃多了對身體不好 所以我們就會盡量改吃雞肉 可是像有時候小孩子會比較挑 所以如果是像我自己減肥 我會吃雞胸肉 雞胸肉很柴 有時候假牙還會掉 沒有啦 開玩笑 可是小孩就是不吃雞胸 所以他們都吃雞腿 比較嫩的地方 對 你們家小孩是不吃雞胸肉 一定吃雞腿 那小孩應該都吃炸雞吧 特別熱愛炸雞吧 就鹹酥雞啊 炸雞塊啊 都愛吃 可是我盡量啦 在家裡都是以養生的方法 我覺得炸的還是要少吃 對 所以我們雞肉 在家裡的話 在一半的比例 就你們常見的肉 常吃的肉是雞肉 但大方向來說 是它比較便宜 對 也是啊 對 雞肉是比較便宜 所以一般肉類當中相對最便宜 對 最便宜的 你想想看一大塊腿排 幾十塊就有了 對 如果是牛排一大塊 光材料可能就兩三百以上 可是我也有一個問題 很好奇是 我每次去菜市場 它雞腿雖然是比較大塊 可是要一百五耶 土雞 真的要 對啊 可是我在超市好便宜 這樣兩小塊 大概也不過五十塊六十塊而已 對啊 為什麼價錢 可以價差那麼多 因為土雞跟肉雞真的是有價差 真的 那我問一下黃醫師 剛剛雅蘭講到 他們家因為健康的考量 以前牛肉吃得多 現在改成雞肉吃得多 那雞肉是相對上 比較好的優質蛋白質嗎 對 我們先從大環境來講 這個之前瑞典 有一個用數學運算 說如果全世界的人 把雞肉當作它主要的 這個肉類來源 蛋白質 然後減少一半紅肉的話 我們全世界的碳排放量 可以減少一半 也就是說會這個地球暖化的問題 會減少一半 所以其實這個又省眼錢 又可以愛護地球 其實養雞 養雞的對我們地球的影響 是比較小一點 我們今天不管大環境 光管這個雞肉本身的營養價值 我們就是為了它的蛋白質 它蛋白質很棒對不對 無庸置疑的 它額外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納含含量很低 像如果一份這個雞肉 假設100克 那我們說兩份 就像雞腿這樣子的話 它也只佔我們一天 攝取納含量的3% 4%左右 那很低啦 所以這對我們整個 比如說高血壓的人 然後心血管疾病的人 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第二 它熱量也不高 你知道嗎 其實雞本身的熱量 一根雞腿在200多卡 如果今天我們把皮去掉 對 它就降一半 就變了100多卡 因為它都是瘦肉啊 都是蛋白質啊 通通在皮 可是它為什麼那麼嫩呢 不是因為有一點油脂 所以才會那麼嫩嗎 其實最大量的油脂在那個皮 所以那個皮去掉之後 它的熱量就可以砍掉一半 那裡面含有各式各樣蛋白質 所帶來的這個維生素B群 或是腥或腥這些道 不用 毋庸置疑就不用多說了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 對地球很好 又對自己身體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那我問一下張敬益大哥 敬益大哥 你今天幫我們帶來 先認識介紹一下 雅蘭剛剛講到 有些時候超級市場 同樣在買那種雞腿棒棒腿 跟傳統市場 老闆肉那種雞腿不一樣 所以價錢就會有差了對不對 對 這是老闆 這是老闆 對 我們在這個表面上看 就看得很清楚了 對 你看 這隻雞就是素成雞 是比較白嗎 比較白嗎 你看它有帶一點黃 對 這個是土雞 有沒有 對 這比較黃 這比較白 第二點 你注意看它的皮 它的皮比較細膩 跟它小嬰兒一樣 真的耶 這塊比較硬 細皮嫩肉 還可以看錯 對 就是表示它養得比較久 你看它的皮很光滑 然後很薄 對 你看我們這個皮 你看它的毛細孔很粗 對 那表示說它已經養得很久了 對 養到一定的天數 就是說逐夜 逐日 這差不多要養多久 這種雞要養四個半夜以上 對 那這個肉雞呢 這個應該是在 不到兩個月 四十天 一般來講 十天就可以長這麼大 差三倍 四倍 一般的白肉雞 大概是四十天左右就可以了 目前國外已經有 三十二天的 現在還有更先進的 二十七天 二十七天還貪 二十七天還沒滿月 還沒滿月就把它宰了吃了 是不是 它打了很多生長激素 這點我就不清楚了 那是什麼 是育種 就是品種的差別 就是說就好像我跟雅蘭 同樣都是一包飼料 雅蘭就比較不會胖 你看它不長肉 那我呢 我本人長得比較快 所以第一 體質上的差異 因為不同的品種 它的換肉率 或者它成長的速度不一樣 第二部分是 你有沒有覺得說 雖然它可能三十二天就出貨 或四十天就出雞 它為什麼那個時候出雞 因為它在養 它換肉沒有那麼划算 就是說它吃很多飼料 它肉漲不多的情況下 我不如就把它賣出去 所以就是投資報酬率來計算 它覺得它那個時間點出雞剛剛好 所以那個時候 你再說 再吃也要吃了而已 所以還不如把你賣掉 其實 對啊 我補充一下 其實這很簡單的概念 好像大家講到基因 好像就很恐怖 不是啦 這個就是演化啦 今天如果我們這個農場呢 這個雞是要去跑奧運會的 我們就會一直養出雞肉發達 結實 彈跳力很好的雞 那我們就一代一代會挑選出 像土雞這種 可是我們今天這個場 我們的雞呢 將來我們希望演化以後 它可以拿來賣來吃的 那我就會演出一堆大口的 肥的 然後他們就彼此之間 育種都用這種肥的 大的 然後長得快的 他們現在一天可以長 本來是舊的一天長25克 像新的這種肉雞 它這種品種的話 一天可以長100克 所以剛剛我們寧寬孤的沒有錯 大概四倍 那缺點就是什麼 像現在的肉雞 因為它都是這些胖的 跟胖的消費胖的 最後都是同一個品種的 它其實 那個美國現在肉雞 對 現在美國肉雞 他們有研究 大概有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根本就跑不動 跑幾步就軟腳 因為太上升太重了 不好意思 它是養來給人吃的 所以它不會跑 沒關係 甚至你去看那個大公平的機場 他們不用 他根本連站都不站起來 對 他就一整天蹲在那裡 就這樣做 等吃飯這樣而已 對 像我們這種雞 不能不跑 為什麼 因為它不跑就是淘汰 真的喔 為什麼要淘汰 因為我們在山上 它不跑 它在斜坡不跑 它沒辦法上來吃飯 它就要餓死現場 所以這也是演化 演化上衝下 所以說像我們這種換山雞 它就是經過很多的考驗 它自己的生存能力 自己要去想辦法 所以說我們才叫它換山雞 所以你看我們很容易就猜到 剛剛這樣大哥一講 就很容易猜到 土肌跟肉肌最重要的差別 營養成分差在哪裡 就是脂肪 肌肉跟脂肪 那個沒運動就很肥 那個土肌脂肪量就很低 然後因為它沒有肌肉 對 那你從演化的過程看得出來 黃腫人跟黑腫人 黑腫人跟黃腫人膚色不一樣 肌肉也不一樣吧 這樣有差嗎 黃腫人 烏骨雞完全是另外一個品種 它不是雞的黑人 它不是曬黑的雞 因為它連骨頭都是黑人 這是另外一個品種 這是完全另外一個品種 烏骨雞滿力氣的 烏骨雞與我一樣 而且我給大家看 白妹一隻雞 黑的真的比較小隻 感覺比較短小筋幹 而且頭肌要感覺比較大隻 因為它在山上或是土雞 它必須要跑 必須要運動 它的各部部位都要成長的平衡 那烏骨雞它就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烏骨雞在換山的時候 它日月溫差太大的話 烏骨雞也難飼養 所以說烏骨雞在飼養過程中 不管你在平地或是山上 飼養成功力很低 所以成功是因為 給我給它吹暖氣還是吹冷氣 因為這個就是你的愛心 用愛心 就像我們養寵物寵物狗一樣 你對牠有愛心 然後牠就會回報你 然後就跟你親熱 就接近女人 這個就是一樣 像烏骨雞這種養法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到冬天 大家都喜歡烏骨雞 因為烏骨雞牠比較軟飼養 牠在進捕或是在冬天 這段過程中 是對我們進捕 因為我們中醫認為說 黑色入腎 腎竹骨 然後腎好的話 你整個老化速度會慢 所以黑色是在冬天食補的 非常喜歡的時候 那我無理 黑色有沒有道理 牠的黑真的是鐵質對不對 你知道嗎 我們一開始會想說 如果把它跟那個小姐 那個白肉小姐比 就白肉雞比 牠確實不僅 脂肪含量很低 然後肌肉相對多 會發現說牠鐵真的比 那個白肉小姐多 可是很奇妙的是 如果你把它跟那個老小姐比 跟那隻土雞比 牠的鐵含量就沒有特別傑出 所以有可能牠真的 其實有其他更重要的部分 是左右牠的膚色的 來來來 這裡就有研究了 因為中國也覺得烏骨雞很厲害 所以南昌大學在2006年 他就做了一個研究 他想知道說 到底老祖宗說烏骨雞厲害 到底厲害在哪裡 他找了200隻烏骨雞 跟200隻一般的雞 然後你把牠肌肉打爛 然後就開始分析裡面 所有的成分 他抓了一個東西 叫做雞鈦 他發現烏骨雞的雞鈦 是0.45% 然後一般的雞是0.2% 就等於是烏骨雞多了兩倍 那雞鈦呢 你聽這個名字雞鈦 就表示跟我們這個肌肉 有關係 所以可以增加我們雞肉的強度之外 它也是可以減少這些糖化中產物 把我們這個皮膚的皺褶 不要那麼快的形成 所以可能有點回春的感覺 所以這個烏骨雞的成分 目前我看到所有研究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老祖宗的那種名字 這個有道理嗎 是不是黑色入聖 聖族谷 聖族抗老化有沒有 有 真的 有道理 那這個張大哥 今天除了讓大家認識一下 頭雞 肉雞 烏骨雞之外 你還帶來頭雞 現場的來賓友誌 自己飼養的在山上養的 這個都有爬坡訓練的 怎麼會這樣 我們這一集跑特別快 要跑得快的才有得吃 他跑得好快 好香喔 頭雞是怎麼烤的 因為我們用我們自己的醬料 然後裡面塞一些 薑 蔥 跟洋蔥 然後就這樣去烤 那頭雞通常怎麼吃 直接用手拔 直接手拔 就是手拔機 因為它在熱的時候 我們用刀子去切的話 就會散掉 它用拔的話 那就更有那個香味 好香喔 那我們給你小盤盤示範 這我會 先把那個雞翅 我們要吃雞翅 好棒喔 它下面的雞汁 好多 而且雞汁的膠質 你看 不要浪費 等一下的肉可以直接沾 沒錯 所以我每次吃這個 雞腿因為它比較有一點油脂 比較Q 比較軟 那我們可以單吃雞腿 可是雞胸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雞汁 才不會比較 才不會拆掉 拆掉 對 雞皮也可以把它剝一剝 老師 我們爬上鞋潑好久了 應該是時候 他想吃腿嗎 你腿筋給我一下 對 來 你看他的雞腳 所以一般我們的買雞 你看他這個腳的地方 因為一般我們講的 你看我們的成長發育 也要有骨骼 骨骼會相對發育 那有時候你這種養肉劑 它長得很快 對 因為它的育成是以肉為主 所以它肉長的份量多 但是它的骨頭相對沒那麼快 對 所以剛才張大哥講的 你要放山要運動 就跟人一樣 我們人要預防骨質粗鬆 除了吃那個鈣片以外 還要曬太陽 還要運動 所以動物也像 你家庭家序你又運動 它的這個骨頭會比較壯 比較大雞 所以它的雞腳比較大 對 所以你看一般 你去買那個雞腳來吃 都是白肉 對 很小雞 沒什麼肉 沒什麼膠質 那大部分就是這種飼料劑 對 再講個小八卦 我看到放山雞這樣跑跑跑 然後流出這些雞的油跟膠質 你就覺得 這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的關節 比較順暢之類的 那答案是吃進去 沒有什麼幫忙 因為吃進去 我們人體會消化掉 但是的確美國有一個研究 它是動腦筋到這些膠質上 它是從裡面萃取一些物質 發現的確可以減緩 我們叫鳳梯性關節的症狀 但那個不是拿來吃的 就是將來可能可以研發成藥物 了解 小八卦 看起來好 我們可以吃了嗎 很好吃 它的肉好有彈性 雞雞一樣是說 它本身都沒有油 但你要考慮不要去買它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生病了 很多女生都以為雞翅 一定比雞腿瘦對不對 哪裡不對 雞翅的油脂比例比雞腿高得多 你以為是膠的地方其實是油 可以吃了嗎 真的 好好吃喔 它的肉好有彈性喔 不得了 真的 它好弱喔 它下面那個雞汁看起來好汁喔 而且有那個炭烤的香味 對 它整個膠質都變成棍物 對 因為從花蓮帶過來 那熱熱吃的話更好吃 順便跟大家講 其實除了這幾種之外 一般剛剛雅蘭說 因為它在市場買到的雞腿 跟超市買到的那個棒棒雞腿 為什麼價格差那麼多呢 除了是土雞跟這種肉雞的差異之外 大家還可以仔細看標示 就你現在在超市會買 看到兩種標示 一種叫做冷藏肉 一種叫做解凍肉 冷藏肉可能是台灣土雞 直接它變宰之後送去的 而解凍肉有時候是進口的冷凍雞 它解凍之後放上去的時候 它會更便宜 所以你要看清楚 如果看到解凍肉 它有可能就是這一種 解凍之後的外國進口雞腿 它當然相對就會比較便宜 就是冷凍過的雞吃起來 就像吃雞塊一樣 它不會像今天張大哥帶的這個 一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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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攝下去好像在吃豆腐 一攝一攝一攝很紮實 對 那個就是不好的雞 所以要吃雞肉還是吃MIT台灣的 對 確實 那一般人挑選有什麼特色 一般挑選的時候有三個步驟 第一點我們看這樣的顏色 顏色沒差 肉質沒差 第二點我們用手去把它摸看看 它比較有彈性 對 我這樣摸會給老闆媽嗎 你看 一般的包裝 一般的包裝 一般的包裝它有保鮮膜 超商有保鮮膜 那你如果是菜市場的話 它有的人 它就可以這樣 對 它的腿真的好軟喔 對 沒用的 摸好 因為你們按下去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像我們的雞肉一樣 比較硬一點 然後它的油脂會比較少 對 第三個步驟就是我們聞看看 聞看看 很新鮮 你像這種雞有時候它會有 不知道它是怎麼養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聞起來會有一點 跟這個土雞肉就會有差異 對 起老鼻 土雞肉它的土雞 他們都在換山到處跑 他們大地吃的礦物質 吃草 尤其雞要是有吃草的雞 它會更甘甜 對 其實這個甘甜很容易理解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鐵質 鈣質 鑫 這些東西在哪裡 在雞肉裡面 在雞肉裡面 所以如果一個雞有運動 它的血液 血流很棒 肌肉很結實 當然剛剛張大哥講的 所有營養的價值 會稍微比這種 比較沒有運動的雞 會高許多 而且它是膠質比較多 不是油 那這種膠質應該是膠 而不是油吧 對 就都有啦 都有 都融合一體 但一般放山雞 它的膠質會比它的脂肪多 膠質會比較多 我懂 我懂 所以我的放山雞 它有的時候只是白煮雞 水煮雞 它的這一個雞汁就會 隔隔 會變成焦化 那可是如果是白煮的雞肉 比方說有些生菜沙拉 也拌那種雞胸肉片 那個就不會有這個膠質 對 沒錯 所以燉雞湯 大家看剩下的那個雞油就知道 對 還有那個雞油 有時候多一整隻下去燉 燉那個香菇雞 人生雞 你燉完要吃的時候 你會發現上面就一層油 看那個比例就看得出來 尤其那個油 因為換山雞跟這種白肉雞 它比較起來 它的油比較少 那一隻雞要是說 它本身都沒有油 那你就要考慮不要去買它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病雞了 就跟人體一樣 人體還是要有脂肪的 還是要有一點油 所以說這一點很重要 很多人跟我買 覺得我沒想到油 我說你沒想到油 我就拿白煎給你 對 那問一下素卿 有一陣子有一些雞肉 很多婆媽會擔心的 其實是生長激素 對 他們會擔心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是不是因為有生長激素 所以肉雞長得這麼快 所以它40天就可以了 對 我們剛才講過 其實這是育種 其實就是這個品種 它現在可以長得很快 它換肉率非常好 第二個常見的妙物就是說 它說千萬不要吃什麼雞翅膀 對 它說因為那個打針 都從雞翅膀跟脖子打 對 我必須告訴大家 你真的想太多了 因為你想它一次 現在養的是多少隻雞 它一直一直打 它有多累啊 是不是 確實 雞面都打針了 那雞要打什麼 所以他們現在如果有做 比如說它如果要用藥的話 有些會摻在所謂的飼料裡面 它可能它需要的一些 可是問題是重點在於 有些藥物是可以合法使用 但是不能殘留 就是說假設雞真的生病了 比如說抗生素或者它用的藥物 你必須等用藥之後 這一段時間過去了 你才能出雞 所以就好像我們吃藥之後 我們身體會代謝 你等它把它代謝光了 你才能賣 所以為什麼之前會出現 有一些連CAS的肉 都被人家剪出說 怎麼會有抗生素殘留 動物用藥殘留 這就是因為有一些 它沒有遵守停藥期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說 它不會特定去一個一個打 它不會在雞翅那邊打 真的太累了 所以你雞翅怕 就吃一斤事情 剛才你看它剛撥雞翅下來 我沒有第一個搶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很多女生都以為雞翅一定比雞腿瘦對不對 哪裡不對 我跟你講 因為同重量的雞翅跟同重量的雞腿來比的話 如果都不去皮 老實說 雞翅的油脂比例比雞腿高得多 你以為是膠的地方其實是油 真的 所以它不是膠質 對 所以其實雞翅的單位的比 一個單位的重量 它的熱量是比雞腿高的 所以我剛才並沒有直接去拿雞翅 我就在等雞腿 所以女生要減肥 還是雞腿或者雞胸肉 你願雞腿去皮 或者雞胸肉去皮 而不是拿雞翅想說 都是應該是膠原蛋白吧 錯 是 那阿伯聽說我們現場的頭鴨 跟烏骨雞都是你吃的 聽說你是養雞界的劉德華 還是在劉德華上 劉德華姓 講到劉德華 我都講說我們是花蓮的 農民的 是小鴨鴨 小鴨鴨 小鴨鴨 不是小鴨鴨 小鴨鴨 小鴨鴨是外號 因為父母親把我養出來 生出來就這樣 我不能對不起我父母親 因為我們整個山都是我家 那這個地方只有我們一戶人家 山底下到上面 所以說我們隔離帶隔得很好 沒有空氣汙染 水質汙染 突然汙染 沒有農藥 沒有農藥 不好的鄰居 不少鴨都沒有 所以說我整個山蔬果都是認證有機 農場都有機 連吃草 連土壤 喝水都好 喝水都是互合有機的 然後我們的雞 為什麼我會講雞 我是無毒 我不能講有機 因為我們的飼料 還是要吃一點飼料 飼料裡面的玉米都幾乎多飼料 沒辦法去買 所以說我才會講他無毒 那我們都不能使用抗生素 也不能使用藥物 我們像我們的雞跟我們家所養的蛋 都要隨時要抽驗 但是我這個 為什麼 他也會生啊 母雞會下單啊 但是我對消費者不公平 為什麼 這一點我重新再講 因為一隻母雞 他要生蛋的時候 他就成熟了嘛 對 那成熟了肉雞的部分 我們就要趕快賣給消費者 對 他的營養價值剛好全生都有營養 那你讓他生完蛋 再來去賣雞的話 這個蛋都把營養都帶走了 變蛋雞的意思了 變帶走了 這隻雞變老母雞了 對 他的肉質什麼都比較 不會有營養 不是說你啦 我沒有說你 我沒有說你 是你總共 沒有... 沒有... 沒有說你 你不要哭 我要拿去熬他們 你不要熬他們 沒有 只剩雞股價有一價值而已 對 所以說我們的土雞 我們的土雞 就是要好的東西給人家 我們不能讓它下蛋 OK 就已經成熟了 我們就趕快賣出去 所以一般你就是買雞蛋來吃到大隻 沒有 我們從小雞 從小雞 對 這是雞蛋吃 小雞開始養起 有雞 好 謝謝恩导醫 謝謝 好 接下來 李永大哥要教大家 一個婆媽很容易學的電鍋菜 而且很養生叫做黑豆乳雞腿 對 我也要用黑豆 應該說三黑 我有三個黑的東西 沒有 應該四黑 因為我剛才講烏骨雞 比較有營養價值 對 所以我介紹大家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白肉的變黑肉 幫它加工一下 對...幫它加工變色一下 人家是先天的 你是化妝的 對... 你要兼顧美味跟營養 對 那第一個我先把這個半碗的黑豆 對 把它洗乾淨之後 我們泡溫水 泡四個小時 就會像這樣 泡完其實它膨脹 它的大小已經像日本那種 蜜黑豆一樣 大概可以到一半 你看它大小差這麼大 差一倍左右 好大了 好 那我就... 我們熱鍋 用一點點 當然這時 如果你不爆香也可以 直接下去用電鍋燉 那如果一般我會建議 稍微用一點點油 或者是你直接 如果你買的這個雞 它比較肥一點的話 我們直接逼它的油出來 逼它的油出來之後 那我們就用一點薑片 薑片 對 因為有時候 你買的雞肉怕 如果有點腥味的話 我們用一點薑片 去腥 對 去腥 那再來我們加一點點蒜片 好 一樣 對 這看個人 爆香去腥味 其實因為我們 我們有點像用滷的 所以蒜頭可以多一點 沒關係 它會比較好吃 香 好 大概五六顆 那你如果鍋 大概已經都熱了 對 以到不冒煙的這個原則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雞腿 對 那雞腿我們是把它洗乾淨 像一般 如果各位比較講究的話 我會用熱開水燙一下 用我們這個熱水 有點汆燙的概念 對 就不用煮 就是熱水瓶壓出來之後 把它稍微過那個熱水 再把它瀝乾 對 把它瀝乾 對 把它瀝乾 那我們再來煎 好 讓它先下 這一面先下 對 對 這個就是棒棒腿 對 這個棒棒腿 這種棒棒腿 就是剛剛講的肉雞跟美國腿 中間價差就大了 對 可是我感覺你這塊棒棒腿 看起來還滿漂亮滿好的 對 那一般時間的關係 一般我們把它煎 稍微把它煎 給它稍微有一點出油 對 像有點像出油 對 有膠色 對 有膠色它會比較香 那如果你不煎 其實也沒關係 好 就這樣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佐料 第一個 我會加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黑麥汁 黑麥 是米酒嗎 米酒 五酒精的 它是甜甜滿好喝的 它不是通常是 你喝喝看 我喝喝喝 是女性發奶用嗎 我還以為是啤酒 你覺得黑麥汁一聽是啤酒嗎 而且啤酒滿多的 它好像有氣 黑麥汁其實是有氣的 有氣 對 淡淡的氣 對 你喝喝看 滿好喝的 就黑麥汁 好喝耶 黑麥汁 我最要真理我也是啤酒 好喝耶 那為什麼我要加這個 因為一般我們讓它一點甜味 讓它可以上色 對 我這個大概是 你可以 我如果滷比較多汁 這個滷汁 我大概用一瓶 300cc左右 那我大概100cc的醬油 100cc醬油 就是一瓶我們那個 就把它倒進去 一起滷 黑麥汁它就有點黑黑甜甜 感覺像人家用可樂燉雞肉 類似 對 有一點像 對 沒錯 因為黑麥汁營養價值 還比較多 那如果你這個甜度 如果你覺得不夠 像我會加一點好的這個黑糖 我們可以加一小塊 對 因為燉的 滷的 我這個黑糖你們兩個 可以吃吃看 很棒的黑糖 你們可以吃吃看 它不會太死甜 而且還滿香的 對 那這樣滾了以後對不對 好吃 我們就把 來一個 這半碗的黑豆 還有黑豆水 我就全部加進去 連水 連水 對 好 因為我們這次要燉東西 算是有點滷的味道 那如果你喜歡吃辣的人 可以 你就加一點辣椒 那一般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把它裝在電鍋裡面 這樣是基底 然後直接來滷 直接用電鍋 如果媽媽比較忙 你就按電鍋 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 外鍋加一杯水 讓它燉 燉完以後可以給它跳兩次 因為我們這個是有點像滷的 那如果你想要用鍋子 直接乾滷的話 它會有點像滷味這樣子 那像這樣的話 你滷雞腿以外 像我會加點杏鮑菇啦 加點豆皮啦 你可以把它利用這個瘦子 才去滷東西 那這樣子滾了之後 最後差不多你覺得 像我這可以翻給大家看 它這個就稍微滾 這顏色就會出來了 有沒有 這顏色就滿明顯的 它其實有點上色 很快 上色很快 你看這樣很明顯 你看這顏色兩面就會 差滿多的 天然的四年 那這個如果差不多 一般我會這樣 這個是八角 一般我會差不多最後再放 因為它味道比較可以鎖在裡面 你不要一下放 它味道煮太久 所以一般是這樣最後 如果差不多好了 我們就把八角 三顆就可以了 三顆就可以了 它味道就非常非常濃了 那其實就可以讓它 給它滾起來這樣 確定熟透 大概小火這樣滾 大概20分鐘左右 20分鐘到30分鐘 看你的雞腿大小 然後湯汁把它收緊 對 把它收緊就可以了 好簡單喔 好美容大哥 這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示範的黑豆乳雞腿 那接著下來你要教大家 雞油有沒有用 對 就是說一般雞 因為剛才我們現場沒看到 其實雞油的 很多人說養生我不吃雞皮 因為它比較有脂肪 剛才王一直講 那還有一個 其實北來有時候 你去買那個溫體現宰的雞肉有沒有 或者是已經買 它的內臟其實蠻多 那種脂肪塊就算這樣 就長了 或者像剛才我們滷這個雞腿 你覺得如果這邊邊的油 比較大塊 你就先把它切下來 我們可以把自己做這個雞油 現在那個蚵油很貴 一罐好幾百塊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留著 你可以用蒸的 也可以用鍋子乾扁 一般我會這樣 我們用小鍋子 乾扁讓它出油 對 讓它出油之後有點 就跟豬油有點像 你乾扁出來之後 像我現在有這個紅蔥頭 這是新鮮的 像我就多個兩三顆打碎 放進去 可以去腥 就一起憋之後 就有點像油蔥的那個油蔥油 有點像蚵油 就買那個類似那個 對 那雞油它的發現裡面 它的雞油的一些 不好的脂肪酸的比例 其實比豬油 它不好的脂肪酸還比較高 對 它的保護脂肪比較低一點 對 所以你如果留著的話 如果一次沒有那麼多 你就留著嘛 冷凍起來 等你量比較多 一次扁出來就好 然後拿來炒青菜 對 都好棒 而且加一點這個紅蔥頭 變成油蔥酸了 對 好香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美容大哥的黑豆乳雞腿了 好 美容大哥剛剛示範的 黑豆乳雞腿了 這黑豆超厲害 它竟然口感會像化生 真的 真的好吃 而且你看這個雞肉 滷到入味真的變黑美人了 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甜味很剛好 可能是因為黑糖的關係 所以它不會那麼甜 對 因為黑豆是為了上色 我們就不用用那麼多醬油 對 因為一般我們滷東西喜歡很快上色 所以一般有時候我們發生那種食品事件 都要加什麼焦糖色素 那我們這個 你看用這樣也可以滷得這麼上色 所以就利用這四個黑的顏色 對 那如果你想要吃別的豆類 像我覺得鷹嘴豆也滿適合的 鷹嘴豆你一樣泡開就一起滷 那更像花生的口感 它的大小會更像花生 對 可是講真的這樣黑黑一盤 當作花生小菜也超讚 可是它比花生熱量低很多 對 又營養價值高 好 那接下來雅蘭也要示範 你平常在家很愛做的雞排 對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家 因為在家裡比較划算 所以我們都會去餐廳吃完之後 回家自己做 所以這道是我們在餐廳吃過 然後回到家 我小孩就說他很喜歡吃 所以我就在家裡自己料理 其實也可以像餐廳一樣 對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的 就是去骨的雞腿排 那大人小孩都很喜歡 所以我今天做的是起司口味的 對 然後我準備兩種起司 這一種起司 對 這個是我已經把它切好的 這個是起司片 就是我們自己吃三明治的 那種起司片 對 為什麼我要切這個 因為如果你是一整塊放上去 因為我待會兒是要放在上面烤 一整塊放上去 它融不了 會很醜 就是一個正方形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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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了美觀 所以我把它切這樣 那這個就是之後我要進烤箱 上面會有那種烤 稍微焦焦的那種 比較接近切打起司 對 然後拉絲的口感 對 所以兩種起司都要這樣子 對 然後我還準備了沙拉 那我現在先熱鍋之後 我先來做雞腿 因為我先把它煎酥酥的 所以等一下口感才會比較好 好 熱鍋沒有加一滴油 不用加油 因為雞皮本身就有油 所以我利用它的油脂 然後我直接放下去煎 對 然後因為為了我讓它快速一點 所以我會在雞腿排這邊的肉的地方 劃刀 對 這樣它比較快熟 所以直接蓋子把它蓋住 對 就讓它悶 對 大概五分鐘左右 它就會稍微熟 對 那我大部分會做到八分熟 因為我待會兒再會進烤箱 對 所以大概八分熟就可以了 不然如果你煎到全老了 然後再進烤箱 因為我等一下要烤起司 太老 太乾 對 就會乾掉了 對 所以雞肉的煎的Pepple就是七八分熟 然後進烤箱 對 那第一面的Pepple就是 因為放起司已經有一定的熱量 跟一定的這個油脂脂肪 對 所以不要放油 不要放油 然後直接雞皮乾鍋煎 對 鏡頭看不到它能得到 它油一直逼出來 對 有沒有 滿滿的油 好油喔 對啊 滿滿的油 剛剛是乾鍋下去 對 乾鍋 所以你看它肉的這一面 也是滿一塊黃黃的 那個就是有雞油 對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怕太多 你可以把它切下來 對 所以然後我們稍微 把它煎酥酥的 你看它逼出好多油 好多油 有沒有 所以很愛吃雞皮的人 一定要這樣先把油逼出來 對 對 好 然後再翻面 然後一樣讓它稍微煎一下 這樣 好 雅蘭 我們來看這個雞排 大概煎到七 八分熟 對 應該就OK了 你看喔 有沒有 翻過來 就是這樣子酥酥的感覺 這樣子等一下再進烤箱就可以了 好 感覺這樣就可以吃的感覺 對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在這個烤盤上 放在烤盤上面 對 放在烤盤上面 好 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放上我們的起司 就直接把它鋪在上面 你直接鋪在皮那一面喔 對 然後我們就加一點 那個胡椒粉 對 這是進烤盤的第一次的調味 對 然後還有這個義大利香料 這樣就會有義大利的 藍帶起司雞排的感覺了 然後因為我們吃得比較健康 不要太鹹 所以我們放一點海鹽就好 一點點 對 那如果你喜歡味道重一點的 你可以先把雞排醃過 OK 對 就是把義式香料全部都加在裡面 那因為我喜歡吃比較原味一點 對 所以然後我再把這個起司 再多鋪一點 因為小孩子喜歡吃這種融化的感覺 對 然後接下來就鋪這個 會堪吸的 對 小孩子任何東西上面有會堪吸的起司 他就嗨了 對 他就興奮了 對 然後我們就直接進烤箱 對 好 對 好 那進烤箱大概要烤多久 基本上你只要上面有烤焦一點 就可以了 因為它大概是五分鐘左右 它裡面就會 肉就會熟了 因為剛八分熟嘛 所以放進去之後大概五分鐘 它就會熟 然後上面的起司也會焦焦的 對 然後我們等它的同時 我們就來辦沙拉 因為吃雞腿也要配青菜 真的 對 所以呢 這樣子腿會吃得比較少 也比較節省 對 牛排常常有什麼三分熟 五分熟 雞一定都全熟 我相信每個家庭主婦都知道 那原因是因為雞的血 是超棒的培養品 對 那個細菌很喜歡 在雞的血上面生長 尤其 對 尤其是雞跟我們 又有共通的細菌 對 如果有用抗生素的話 它這個細菌 還有抗藥性基因 等它的同時 我們就來辦沙拉 因為吃雞腿也要配青菜 真的 對 所以呢 這樣子腿會吃得比較少 也比較節省 對 是 沒錯 而且營養也均衡嘛 對 然後我們就弄一點凱撒醬 凱撒醬 拌這個沙拉 對 我們醬也不要太多 因為吃得比較健康一點 因為這個還是會比較肥胖一點 然後呢 就再加一點點的 番茄 番茄 對 健康 今天做的是凱撒沙拉 對 凱撒沙拉 然後凱撒沙拉不能缺少的就是 麵包丁 對 然後放一些麵包丁下去 對 然後待會我們起鍋的時候擺盤 是不是就很像餐廳的菜了 是 厲害了 在家裡就是這樣子才省錢啊 真的 羊不愧是專業的人雞啊 一定要 你看我們那個吃牛排 常常有什麼三分手 五分手 雞一定都全熟 我相信每個家庭主婦都知道 那原因是因為 雞的血是超棒的培養名 對 那個細菌很喜歡在雞的血上面生長 真的喔 對 尤其是雞跟我們 又有共通的細菌 比如說沙門 細菌 公狀 感覺 對 所以他他身上的細菌 到我們身上也會中標 所以為什麼雞一定要吃全熟 不可以有什麼三分手不吃 而且那個細菌 剛剛我們張大哥今天帶來的雞 是有雞沒有用抗生素 那還是很好的 對 如果有用抗生素的話 他那個細菌 還有抗藥性基因 對 所以你感染之後 你感染到是有抗藥性的細菌 每個人想到抗藥性的細菌 都想說是不是醫生亂開抗生素 NO 醫生開抗生素 還算是客氣的 其實那個養雞養鴨 那個抗生素下的才重 所以我們身上的抗藥性基因 很多都是從這些畜牧葉 或是農業帶過來的 所以我如果吃到品質不好的 這樣的肉類 真的很有可能有抗藥性的抗生素 殘留在我身上 所以我們要把它弄熟 所以我們的人體的抗藥性 到底怎麼來的 有的時候真的很難講 對 就不只是我們的用藥 很有可能也是 飲食的過程當中吃進來的 沒有錯 沒有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雞排熟了 看一下 快了 快了 好漂亮喔 開始冒泡了 差不多了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拿出來 它只要融化就好漂亮 就像焗烤的感覺 對 但是焗烤一定要有一點點 微焦焦的才好吃 不然就會很沒有味道 沒有那個香味 有沒有 然後就直接把它擺盤 對 擺盤之後呢 我們就放上我們的沙拉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 厲害了 雞排套餐就完成了 雅蘭版的藍帶雞排套餐 上菜了 好 接著下來小潘潘要教大家 另外一個非常受歡迎的雞肉千層派 對 我現在不能叫小潘潘了 我現在應該叫 雞排套餐 已經叫雞排套餐 是不是 雞排套餐 那個千層派最好很厲害 剛那個米勇哥做那個中式的料理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雅蘭姐也做一個 不錯的西式料理 那我們來做一個比較複雜 他們都太厲害了 準備一點這個模型 那我們來做一個千層派 那你可以在就是市場上 或者是那種超級市場 可以買到這種油脂 然後把它剪成一個形狀 那不管怎樣的模型都可以啦 只要你的烤箱放得下就好了 那我們就放到你的模型的形狀 對 放在裡面 看到模型就覺得很費工 對 聽說我們用來個簡單好的模型 沒有啦 我覺得家裡頭如果有 可以進烤箱的烤盤的 應該也可以啦 對 或者是說一些橘米 橘米也可以 這是我們的雞胸肉 那我事先醃一點鹽巴 胡椒跟白酒 然後把它切成薄片 這很簡單 就只要 因為用雞胸肉比較乾澀 那為什麼要用雞胸肉 是因為我們今天配的是白醬 OK 那配了白醬以後 那個白醬跟雞胸肉 做一個miss之後呢 他就吃起來比較滑潤一點點 對 那我們就準備很多很多材料 什麼叫很多很多材料 B層是雞胸肉 對 媽媽剩下的材料 比如說一小段的茄子 把它切成片 比如說 這個是番茄 番茄蘑菇 番茄 對 小黃瓜 那個是小黃瓜 對 就簡單就好了 簡單就好了 OK 那我們就一層雞肉 然後一層蔬菜 一層白醬 這樣子把它鋪上去 對 那這樣其實是 雖然比較費工 可是它等一下出來的效果會不錯 它是千層的感覺 真的喔 對 這個在家呢 其實小朋友可以負責擺 如果老公不乖 也可以叫他把它點一疊 然後再擺醬 所以為什麼你的雞肉要切成薄片 因為你薄薄的雞肉 才會容易熟嘛 那你一層雞肉之後呢 你沾一層白醬 對 白醬上面鋪的是蔬菜 對 鋪的是蔬菜 這個跟我們歐式 義式的烤蔬菜一樣的蔬菜 對 那如果喜歡的話 當然也可以比如說 像我們有這個起司 一層起司 反正你可以用根據一樣 不一樣的一個想法 然後不一樣的一個材料 平均的把它疊一疊就好 那為什麼雞肉要切這麼薄呢 除了他快熟之外 因為這樣也省錢 一片雞胸 對 然後把它切很薄 然後其實雞肉並沒有很多 對 把它變成薄片 然後跟蔬菜做結合 他就可以很快變成一個千層派的部分 那像這個番茄 剛剛那一層是茄子 這一層就改成番茄 那如果說像做這種千層派的時候 你如果比較有水分 我們可以稍微撒一點點的麵粉 對 怕它出水 那它出水跟麵粉做結合之後 它就可以把這個雞肉給黏起來 而且像我們這個雞胸肉 它其實已經蠻薄的 它這樣子把它壓一壓 其實這個肉是非常容易整形的 它非常容易整形 你不用去擔心它的形狀 是一定要完全鋪平 對 那所以其實你只要這種白醬 像這個就是我們用馬鈴薯泥 加上牛奶下去煮 牛奶做成白醬 對 做成白醬 所以你沒有用麵粉 你是用馬鈴薯泥 對 我是用馬鈴薯泥 真的耶 然後蘑菇也OK 然後蘑菇我們搭配一點點 像比如說這九層塔 就是隨性就好了 因為其實做這種千層 除了做的時候有趣之外 吃的時候很有趣 因為切開來的時候 你會有不一樣的一個香豆 對 會有驚喜 那我們這樣很快速的 其實就可以疊好了 再疊大概八九層 沒有 八千多層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 那也可以上面再用 再蓋一張 對 再蓋一層擠 好 那根據家裡的烤箱 像我今天帶來的是小的烤箱 其實我有考慮到 有時候一般家庭家裡不定 會很大烤箱 這種小烤箱 你可能上面就要蓋一下錫箔紙 為什麼 因為它比較容易受熱 它很容易焦 所以我們可能要蓋一下錫箔紙 它裡面就比較不容易焦掉 對 我們就蓋到錫箔紙之後 注意喔 千萬不要拿 因為拿了東西就掉出來 沒有底了 所以你要把它蓋好 蓋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送進烤箱 好 來 二廚幫你開烤箱 謝謝關姐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這個我都量過了 剛剛好一半一半 剛剛好 對 好 OK OK 好 厲害了 我們就把它蓋起來 這樣烤大概30分鐘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個是15分鐘 我們轉兩次 它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燒點它一下 好 那等一下小潘 我要幫觀眾再問 我們家的烤箱跟你大小不一 熱度不一 也是30分鐘嗎 大概170度 你大概烤30分鐘 可是你要看你疊多高 像我今天疊的高度大概有8公分左右 大概30公分 那如果你再多個2公分 你就再多個10分鐘 那因為其實雞肉它很快就熟了 所以其實我是建議說 你烤完如果你會怕的話 你可以拿一隻刀子 小刀 往中心點叉 然後拿起來稍微試一下它的熱度 試一下它的熱度 看看怎麼樣 如果它是很熱 它表示中心一定是熟的 我覺得這好棒 因為它可以用剩餘的這半個小時 去煮其他的菜 對 好方便喔 而且這個上菜又是一個 非常Polo專業的 整天餐 因為它可以用剩餘的這半個小時 去煮其他的菜 對 好方便喔 而且這個上菜又是一個 非常Polo專業的 整天餐 不會 會不會 好 那我們事先烤好的 我們就上菜囉 好 小攀攀的雞肉千層派 上菜了 而且它有作弊 它還做圓形模型的 用小模型做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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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它其實就可以做一個很可愛的效果 一模一樣的做法 對 一模一樣的做法 如果是大的話 它這個切面 其實就會像這個方形這樣比較明顯 對 那你如果可以蔬菜多一點 不過因為我們吃健康 然後你用這個低子的雞胸肉 然後配一點的白醬 其實它整個是非常潤和的 所以我們配了一點點這個當季的酪梨 對 厲害 這個要學起來 這好適合彥克 好棒 對 彥克拿出來覺得 真的 這個女主人哪有在賢惠 真的 很好吃耶 而且我很聰明 我這個可以分上菜 上半層跟下半層 這個先吃三樓 再吃二樓 對 都好吃的 每一整個味道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因為上面有九層塔 九層塔的風味又不一樣 番茄的又不一樣 我在上面有雞皮 雞皮又融入了又更好吃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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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姨 這樣的雞肉派好吃嗎 以後我回去 要叫我老婆跟我做這個 我們的雞肉可以再增加一道菜了 你老婆要上我們臉書 把食品當露下來 沒問題 真的 我還要回家做雞佛千層派 隨機花 他用烏骨雞的也跟你營養 也可以喔 我回去花臉多了一個 幻山雞千層派 厲害了 好好吃喔 黃醫師OK嗎 好吃嗎 非常好吃 而且他剛剛輕描淡寫說什麼 一層雞肉上面隨便放 一層雞肉上面隨便放 他才不是隨便放人 他每一層那個味道很搭 對 而且好好吃喔 那黃醫師最後也要給觀眾朋友一個小叮嚀喔 好 今天我們講雞肉 不講到那個雞湯對健康的影響 好像有點對不起大家 大家都很好奇 事實上雞湯是不是能夠讓感冒減緩 或者是抗發炎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研究 唯一比較有名的一個研究是2000年 在南布拉斯卡這個醫學中心 他們是用實驗室裡面的方法 把雞湯的萃取物 他們說老奶奶的雞湯的萃取物 然後去這個針對我們的免疫細胞 去做一些刺激 發現說的確免疫細胞 在這個老奶奶這個雞湯的萃取物當中 它的免疫反應不會那麼強烈 那表示它有抗發炎的一個作用 所以你很難 你只能說喝雞湯對你健康有幫助 你很難說是雞的關係 但是吃雞肉還是有一些研究 告訴我們說 對我們健康比較有明確的 比如說阿滋罕默症 就是老年痴呆症 他們去研究他過去吃東西的習慣 發現有三個東西 可以減少阿滋罕默症的機率 雞肉 堅果跟魚肉 那這三個有什麼共同特點呢 就是它的不飽和脂肪酸比較高 剛剛明友大概有講了 雞肉在相對於各種肉類裡面 不好的脂肪酸相分少一點的 那第二個跟大腸脂肉有關係 他們把一群曾經割過大腸脂肉的人 然後說你們已經都已經割完了 你知道回去以後好好生活 不要再回來 過了四年之後他們再回來 看看哪些人有復發 哪些人沒有復發 發現吃雞肉的人 那復發機率是低很多的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如果能夠少吃一點紅肉 多吃一點雞肉 魚肉 堅果 對你的健康是很有幫助的 好 謝謝黃醫師的叮嚀 也謝謝我們小潘潘的千誠派 謝謝恩道一阿的資料 今天謝謝大家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一次主持再見 拜拜